大家好,欢迎来到试水的摄影后期教程第30次课 本期我给大家要分享的是一个街头电影色调的调色公式 在偏色的CAMERA滤镜中或者是在Lightroom中 把一张街头色调通过简单的几步就可以调出一张电影色调的感觉来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给大家拿一张圆图演示一下 圆图是一张勾PG的照片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点击滤镜,进到CAMERA滤镜中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思路走几步 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可以调出那种感觉来 首先我们降低曝光 让其有种氛围感 如果是曝光太过了的话,氛围感就全没了 照片的细节也会丢失很多 根据你的照片降低一下曝光 然后加点对比度 这两个树枝到后面我们还可以调的 我们先调一下感觉,先这样走一遍 然后降低高光 提升阴影 然后降低白色 把黑色也升到50% 然后在这里加点自然饱和度 加自然饱和度是加照片中间调的一个颜色 可以让其画面中颜色更加鲜艳 而且不会显得那么眨眼 清晰度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先不调 我们直接进到HSL中 在色相这里我们把红色橙色黄色都往橙色方向偏 让它变得稍微有点橘色的感觉 通常如果有绿植的话 我们会把绿色 浅绿色蓝色都往偏青的方向偏 蓝色这里往青色偏一点点 但是不要过得太多 浅绿色这里也往青色偏 但是画面中基本没有什么浅绿色 可以不运动 绿色这里也不运动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到饱和度中 把蓝色的饱和度加起来 把一些画面中颜色很少的颜色 直接把它的饱和度降成零 让其画面的颜色更统一一点 这里浅绿色也没有 直接降到零 然后我们在这里先不动明亮度 进到相机教主中 然后把蓝颜色往左拖 当我们把蓝颜色往左拖的时候 蓝色就往青色方向偏 然后红色会往橘色方向偏 然后加点饱和度 好我们这时候继续进到HSL中 在明亮度这里 我们觉得画面太沉蒙了 给它蓝色加点明亮度 橘色这里也加一点点 画面的蓝色有点过多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利用色温 加黄色就是一个减轻减蓝的过程 直接往左偏一点点 好我们可以很圆图对比一下看看 这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还是不够 我们在这里给他加点暗角 在云影这里稍微往左加一点点暗角 也可以在这个效果这里 把它的彩底云影往左拖一点点 加点语画 继续放大回来看一下 当我做了这么多操作之后 画面会变得有点灰 这时候可以把它稍微加点对比度 这个对比度也加到适当即可 继续加的过多 好在这里我们继续加点清晰度 我们看一下车 如果你觉得这个色调还是暖色有点不够的话 可以继续把色温往右偏一点点 色调的喜好是因为个人的审美而定的 大家如果是不是特喜欢 可以往左或者往右偏一点点 看你更喜欢哪种色调 无论你喜欢冷色或者是暖色 都是OK的 这个冷暖没有一个说是哪一个好 哪一个坏的标准 大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定就可以了 好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看看图片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的 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分享的像一个约定 苏称式的调色的一个流程 大家如果想挑这种接近照片 想调成这种有点印子风格 或者是这种冷暖对比的大片效果 你可以拿这个数据可以试一下 我在课后也会把这个预设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听到最后 我最近要做一个网络的私教班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加我微信 进行一个咨询 也可以加我们的摄影交流群 也加我的微信即可 获取本期素材关注微信风中号试水 本期我会把预设也分享给你们 感谢大家听到最后